I love you 在美國家庭很容易聽到這句話 但台灣人對這句話非常有壓抑 你看李安電影就知道 感情明明很深但是說不出口 我們明明比美國人還重視家庭 但是跟李安導演還有所有的台灣人一樣 有直接表達的障礙 可能這句話太珍貴了太強烈了 但是在家裡我覺得還是要偶爾說一說 所以這個禮拜的挑戰是 一把次說我愛你 愛是不是要用賺到的 妹妹要不要吹頭髮 那你說爸爸我愛你 可不可以把愛變成一種交換 爸爸我愛你 哥哥要不要喝水 妹妹要不要喝水 那你要說什麼 爸爸我愛你 我愛你 你要我幫你們拿那個玩具嗎 你們要說什麼 另外一個 爸爸我愛你 好幫你們拿玩具 給你看一點點Doraemon 那你要說什麼 謝謝爸爸 不是這個 爸爸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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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修好了 你先爸爸 爸爸我愛你 但是這樣會不會搞得變得很勉強 剛剛妹妹已經講 爸爸我愛你好多次喔 你要不要補一下 爸爸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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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樣有一點不自然 是不是要放一點感情在裡面 我愛你 這樣子的話沒什麼誠意 純粹讓你開心 爸爸我愛你 因為你帶我去這邊起來 我好愛你 我好愛你 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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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愛你喔 之後帶兒子去他最愛的樂高店 我愛你 每天看到你們的笑容很重要 爸爸我愛你 爸爸我愛你 爸爸 爸爸我愛你 爸爸我愛你 居然來了 自己也玩一下吧 有些人也可能太興奮了 妹妹跟我一樣早起 所以早上都是我們的單獨時間 我們有時候會去公園 爸爸愛你 有時候會去餵魚 我會去餵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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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餵魚或去公園 一定會去吃早餐 有人說觸摸心 要透過肚子 所以在意別人有沒有吃飽 是台灣人的專長 哥哥吃飽嗎 爸爸媽媽媽媽 滿足了肚子 心才說得出話 爸爸我愛你 你要不要吃 爸爸我愛你 爸爸我愛你 所以遇見人常常會說 吃飽嗎 妹妹好開心喔 愛的最基礎就是分享 我愛你 你沒說什麼 爸爸我愛你 好可愛 女兒睡午覺了 哥哥又要來兒童樂園 最後創造了一個理由 跟我說 爸爸我愛你 愛你 到了釣魚場 發現一個小時要一千塊 這樣子賺一兩個我愛你 是不是不划算 外送機釣蝦一個鐘頭才350 每次釣蝦都一樣 剛開始都很容易釣到 喂 有沒有蝦 連兒子第一次也釣到 有了有 很棒喔 但這都是beginner's luck 騙到肚子裡面 他們會哭哭 之後蝦都變聰明了 才釣了兩隻蝦 但是還是很開心 兒子你在笑什麼 他們很痛苦耶 雖然是如此 希望你能自然的跟我說 那你今天有沒有很感動 有嗎 有耶 有嗎 因為有撈到兩隻 對啊 那如果你感動 你要說什麼 爸爸我愛你 這次讓我超爽的 乾杯 好香喔 真的 雖然下午只有說一次 就是職重飲量 真的喔 對 媽媽你好棒喔 阿哥 我愛你 阿哥我愛你 阿哥我愛你 我也愛你 跟阿嬤哈囉 阿嬤哈囉 阿嬤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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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愛你 我也愛你 阿嬤看你的腳背 小孩子真的比較容易說出 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話 我已經很久沒有說了 但既然拍了這個影片 爸爸我愛你 媽媽我愛你 喂 哈囉 是我 忘記帶鑰匙阿 桑花蜜魚 愛你阿 我愛你 噢